回到施政報告特輯 施政報告提倡 以提量、提速、提效、提質、舒緩供應房屋的供應 具體措施包括 興建簡約公屋 將公屋輪候時間封頂 由本來的六年、剛至四年半 王順軒報導 今間施政報告建議 推出簡約公屋 目標在未來五年 興建大約三萬個單位 輪候傳統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人士 可以申請入住簡約公屋提早上樓 以家庭為優先 入住的人士可以保留 輪候傳統公屋的位置 所謂簡約公屋 即是以組裝合成方式快速興建 竹金亦都較普通公屋便宜 劉山排了公屋超過14年 他認為政策指上談兵 四年半內上車無望 計劃上是這樣的 但是實際情況又變成另一件事 變成好像趕一套做一套 霍不對辦 三個四年半 那我是不是住三個不同的地方 在劏房住了七年的吳先生吳太 認為簡約公屋租約期滿之後 需要搬遷造成不便 公屋聯會主席文宇明說 簡約公屋和過度性房屋分別不大 只能舒緩公屋輪候家庭的生活壓力 他的主要社會功能就是減少痛苦 即基層住屋的痛苦度 這個應該是承認的 但是後面的工作 就是要大量興建公屋 文宇明又說 簡約公屋屬於權言之計 希望政府能夠將公屋輪候時間 逐步減少至三年就可以上樓 廣播新聞網記者王順軒不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